一个男人跪在一个倒地的女孩面前 解开她的裤腰带 然后嘴贴着嘴 这一幕被一个女人看见 耳朵报警 不久 男人以奸杀罪被逮捕 然而没有人注意到 男人是个只有六岁智商的智障患者 大家好 我是市长八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犯罪电影 七号房的礼物 眼前这个陪女儿看了 动画片的男人名叫龙九 他是一个智商只有六岁的智障患者 但他对女儿一生的爱和平常人一样 只多不少 因为知道女儿一直很喜欢美少女 也很喜欢橱窗里的美少女书包 所以龙九就天天带女儿来看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钱 他们看着橱窗里的书包一个又一个被买走 今天只剩下最后一个 女儿叹息地说 为什么只有镇上这个地方卖美少女书包 马上就卖光了 龙九听到女儿略显遗憾的话 转头高兴地对他说 等明天发工资就可以给他买书包了 女儿听完高兴不已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对身桌华丽的母女买走了最后一个书包 看到女儿心心念念的书包被人买走 龙九直接冲进了店里 不停拉扯小女孩身上的书包 女孩的父亲在一旁 看着这个莫名其妙的男人 居然伸手摸自己女儿的脸 于是气上心头 直接罩着她的脸就是一拳 这一下直接把龙九打翻在地 场面越闹越大 营业员只好请龙九和女儿离开这里 晚上龙九向女儿保证 一定会给他买到书包的 可董事的义胜却说 没关系的 他不希望父亲勉强 龙九心识淡淡地说 自己有办法 第二天一早 龙九和女儿告别去上班 义胜熟练地给父亲递了 装有开水的保温杯 定住他中午要记得吃饭 不能只吃面包 龙九乖巧地听女儿讲话 临走前 义胜顺便给父亲整理了一下裤脚 看得出 在这个家庭里 是小小的义胜在照顾着父亲 看父亲远去的背影 一生才去上学 可两人没想到 等到再次见面的时候 龙九居然变成了杀人犯 在地下停车场工作的龙九 中午坐在长凳上 一边吃饭 一边守着自己的工资 为了确定这些钱 能够买到书包 龙九甚至把钱掏出来 一张一张地数 这时 昨天那个买了美少女书包的小女孩 跟着妈妈来到停车场停车 然后看到了正在吃饭的龙九 于是她过来 隔着玻璃跟她打招呼 但龙九只是敷衍地说 转身给她看自己背上的书包 看到熟悉的美少女书包 龙九激动不已 小女孩告诉龙九 自己知道哪里有卖这种书包 让龙九跟她走 于是 两人走出了停车场 来到外面的小镇上 小女孩显得非常开心 她唯一不满的是 龙九一直在摸她的书包 根本没注意她在讲什么 片刻后 早起的大妈不断搓着手 从家里走出来 然后在街道拐角处 她在街角看到了 令人震惊的一幕 只见一个男人 解开躺在地上小女孩的裤子 她用嘴贴着小女孩的嘴 这明显就是个变态呀 惊呆了的大妈慌忙报警 警察来了之后 便把这个猥琐的男人带回了警局 这个男人就是龙九 当时她正在给不慎摔倒的女孩 做人工呼吸 但却被大妈认为 是诱拐小女孩的变态 更糟糕的是 躺在地上的女孩 摔倒了后脑勺 已经死了 而且她的鹅脚 还有砖头砸伤的痕迹 就这样 龙九在警察局里待了一夜 由于知道女孩的父亲 是警察局局长 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 无数媒体蹲着警察局 不停地拍照 想拿到这场案件的一手资料 甚至还有媒体 直接在警察局外开启了直播 他们说这是一场 针对警察局长的阴谋 察觉不妙 警局留守的警察 立马给科长打电话 说大事不妙 第二天一早 警局的科长便前来训话 但是龙九什么也听不进去 他已经一晚上没看到女儿了 看到桌子上放着的电话 龙九直接冲过去 拿起电话想要给女儿报平安 但却被周边的警察阻止 暴怒的科长直接抢过龙九手里的电话 狠狠地砸在他头上 这天下着大雨 但警察局的人要带龙九去现场取证 媒体纷纷驱车前往 把女孩死掉的那个街道 堵得水泄不同 与此同时 医生在家等了一夜 都没有等到父亲回来 只好在第二天早上八点 一个人去上学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龙九就在前方街道的拐角 此时 警察处在诱导着龙九承认 是他杀了这个女孩 在警察的要求下 龙九开始归在地上 重复昨天对小女孩的所作所为 他先是解开小女孩的裤子 然后嘴贴着嘴进行人工呼吸 他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血液循环 血液循环 这是他在工作时学到的急救知识 他是真的想救这个 不慎摔倒的女孩 但是在围观的人看来 他就是在飞里一个小女孩的混蛋 看围观的寻冲越来越气愤 这时一旁的警察却诉导 是要龙九先再把裤子脱掉 就立马让他回家见女儿 为了回家 龙九听话地解开自己的裤子 看到这一幕 围观的群众和媒体都气炸了 人群中更是钻出了一个 争议爆棚的小伙子 他直接冲进警戒线 一拳把龙九捶翻在地 场面一片混云 这时被人群堵住 没有办法上学的一生 才看到了那个正在挨打的人 原来是自己的父亲 一声哭喊着往人群里钻 他想知道为什么父亲会出现在这里 又为什么会挨打 与此同时 听到了女儿的哭喊声的龙九 也发现了女儿 他拼命地往女儿走去 但警察却不让他们如愿 相隔不远的妇女俩 终究还是没能触碰到对方 最终龙九因为涉嫌诱拐女童 被送进了七号监狱 一声同样被学校里的老师所接管 此时龙九还不知道 在监狱里等待他的是什么 在七号牢房中五毒俱全 充满了社会渣仔 走私犯胖子正在打牌 一旁的诈骗犯眼镜男 正在认真计算自己的迎面 通奸犯长发男正在晾晒衣服 看到龙九 正在举雅铃的黑社会大哥 不屑地瞥了他一眼 只是谨慎地抬头看了他一眼 在得知龙九进监狱的罪名 居然是诱惯女童之后 所有人联合起来揍了他一顿 要知道他们虽然都是犯人 但他们最看不起的 就是这种诱惯女童的人 在得知龙九一审是死刑之后 众人才满意地点头 他们认为这种垃圾就该判处死刑 可龙九理解不了 为什么他们都对自己这么不友好 闲暇之余 思念女儿的龙九 休息的时候 开始不断地在地上写女儿的名字 这天 黑社会老大把一个足球扔到了球外 等足球再次被扔回来 里面已经塞满了微信物品 原来黑社会老大在这里有门路 可以通过足球 搞到一些监狱里没有的物品 正在他们分东西的时候 蹲在一旁的龙九突然发现 有个犯人不怀好意地 拿着尾端磨尖了的牙刷 直冲冲地向黑帮老大走去 看到自己的室友即将被洗衣机 龙九慌忙跑出去打了一下 被刺伤后 龙九倒在地上 捂着伤口痛得打滚 那聪明的黑帮老大 一下子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暴怒的他直接撂倒了那个犯人 然后一脚踩在他的胸口 让那个犯人知道自己不是好惹的 最后疫情很快到来 阻止了这场示威行动 看在龙九替他挡伤的面子上 黑帮老大决定实现龙九一个愿望 问他想要烟还是别的东西 龙九告诉黑帮老大 自己不要烟也不要其他的东西 他只是想见女儿一生 虽然往监狱里送一个活生生的人十分困难 但黑帮老大为了报恩 还是决定帮龙九实现愿望 他利用人脉精心策划了一场基督教圣哥活动 请来了异圣所在的班级表演歌曲 在表演结束后 圣哥队休息之时 长发男带着躲在箱子里的异圣 偷偷回到七号监狱 一路上的艰难暂且不提 长发男顺利将异圣带回了监狱 箱子打开后 异圣从里面钻出来 环顾一周 这才看到了躲在墙角发呆的龙九 他大喊一声爸爸 这时听到女儿声音的龙九 也跑过来抱着女儿 高兴得又蹦又跳 医生在父亲怀里拼命拍打着他 哭着问 他这两天到底去哪里了 为什么不见人影 因为过于激动 龙九的声音也就大了点 此时监狱里胆小趴尸的胖子 害怕把医生带起来这件事会暴露 于是冲到门口喊狱警 要知道 如果医生被发现的话 牢房里的每个人 都要额外再增加两年的景气 他不敢躲 看到胖子要喊人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医生灵活地跑到门口 蹲在门下 就在这时 听到喊叫的郁警走了过来 胖子张口就想说 我们屋子里面有人进来了 千军一发之际 医生抓住胖子的手指 一边拼命摇头 一边哀求地看着他 就这样 胖子心软了 他告诉郁警 自己还想要一个面包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危机解除之后 龙九和女儿 叙述多日不见的思念之情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意外再次发生 前来表演的牧师昏倒了 所以圣哥队要提前离开 但他们根本来不及 把医生送出去 没办法 只好让他继续待在七号监狱 除了龙九和女儿 所有人都很不开心 他们在思考 怎么把医生送出去 突然眼睛难说 后天有一个基督教的祷告会 可以趁机把女孩送回去 然而意外总是比明天先来 就在这天晚上 他们突然碰到了郁警来查房 听到脚步声的长发男 立马让医生躲在门后 听到郁警问 他们房里 为什么会有女人的声音 机智的长发男 立马捏着嗓子 装强做事地说 是他们自己在玩 监狱里怎么会有女人呢 郁警表面相信了他们的话 却在假装离开的时候 突然打开了下面的小门 好在守在门边的两个人足够机智 他们直接把医生抬了起来 这才度过了这个难关 但没想到 让人意外的事情 居然在第二天发生了 白天做工回来的众人 发现眼镜男贴在床边的罗女海报 居然被人画上了衣服 想想这么无聊的事 就知道是医生干的 眼镜男愤怒地质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医生告诉他 因为怕姐姐冷 所以给画上了衣服 听到这儿 众人都忍不住笑了 黑帮老大问医生 给姐姐画的是谁的衣服 医生回答道 是魔法少女水冰月 还在众人面前 做了水冰月的经典造型 代表月亮消灭你 看着可爱的医生 监狱里的众人都开心不已 他们觉得 这个小女孩是上天给他们的礼物 然而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 医生在七号监狱的事情就暴露了 这天是眼睛难说的 基督教来祷告的时间 本来黑帮大佬打算在这天把医生送出去 但没想到经历千辛万苦之后 今天过来的居然不是基督教 而是佛教 看着那满屋子的光头 黑帮大佬和医生面面相去 最后只能无奈地把医生重新带回监狱 得知医生仍然出不去 胖子第一个不满 他嘶吼着说 狱警每天都要插12次房 只要有一次医生没藏好 那他们就全完了 正在众人争吵不休的时候 狱警再次进行插房 他们按照以往的习惯在狱警打开小门时 把医生抬起来躲开检查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就在这个时候 科长居然从外面经过 他们暴露了 原来这一天 有警察带了之前的活动照片 给科长挑选作为活动宣传的海报 然而细细观察后 科长却发现了 在表演后合照时 照片上居然少了一个小女孩 所以这天晚上 他过来查房并不是凑巧 而是科长怀疑 有人把这个小女孩藏了起来 看见监狱里的龙九 科长气不打一处来 外面下着雨 科长拉着龙九就往金闭室去 看着外面的调破大雨 一路上龙九都在担心 自己的女儿会不会着凉 听到龙九在不停地念叨自己的女儿 科长直接回头把她推倒在地 愤怒地问她 只有她的女儿宝贵吗 既然这样 为什么她要杀掉另一个女孩 躺在泥水里的龙九 回答不了这么复杂的问题 只能沉默 不久后 龙九就被捆成麻花 送进了金闭室 医生也被重新送回了学校 被关在金闭室里的龙九 这天是被浓烟呛醒的 因为监狱里出现了一个纵火的犯人 火灾警报器响起 所有犯人和警察都在忙着逃命 只有科长为了阻止犯人死在火灾 一个人闯进满是火焰的房间 但不幸的是 犯人打定主意要拉科长一起死 他直接推倒了一旁的书柜 堵住大门 这使得科长没有办法顺利离开 这一幕被龙九看到了 近地善良的他抱着生命危险 踹开书柜 床间房间将科长背了出来 科长在医院醒来 医生告诉科长 如果不是龙九冒死进去救他的话 可能现在他已经死了 看着一旁病床上 被浓烟烧伤脸颊 正在呼呼大睡的龙九 科长开始怀疑 这样一个善良的人 真的有可能杀了警察局局长的女儿吗 但让他下定决心调查的 还是因为后来 医生的老师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家访 女老师带着医生来到监狱探视龙九 好不容易见面的妇女俩 开始互相问对方 估得好不好 然而时间总是短暂的 很快龙九就被狱警押回了监狱 临走前 龙九挣扎着叮嘱女儿 要好好吃饭 自己很快就会出去的 看着如此关心女儿的龙九 科长再次怀疑 当初那件案子 龙九是不是被人陷害了 于是他开始暗地里调查 这一查果然让他发现了 不同群城的事情 科长从同事那里 拿来了龙九当初一审的资料 他惊奇地发现 像龙九这样一个 话都说不清楚的人 居然在当初的资料里 写了一篇非常完整的认罪自述书 他觉得这根本不可能 龙九肯定是无辜的 于是他去找到警察局局长 想申请再次调查这件案子 然而警察局局长告诉他 是谁做的并不重要 这件事必须要有一个凶手 谁都不知道 明年就要选举了 警察局局长要利用这件事情 博取民众对他的同情 看到冷漠的局长 科长打定主意 要暗自帮助龙九妇女 这一切都是因为 当初科长自己的儿子 也是不明不白的就去世了 就在这个时候 科长手底下突然有人来汇报 被带走的医生 在医院不吃不喝 绝食抗议 为了想得知真相 科长去医院看了医生 一旁照顾医生的老师 告诉科长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 再照顾这个女孩了 不如直接送到孤儿院好了 被科长冷冷瞪了一眼 他才住口 躺在病床上的医生 认出了眼前这个人 就是警察 他哭着说 叔叔我不想去远的地方 能不能把我也抓进去 听完这句话 科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把医生再次带进7号牢房 手底下的人来劝他 如果被上头发现的话 他们全都会被辞退 科长笑了笑对他们说 自己在外面还有一块田 不行的话 就大家一起来 几天后 突然有狱警 往7号监狱 送了一个外面标着雪糕的盒子 黑帮老大疑惑地问 为什么要给他们发雪糕吃 狱警笑着说道 这是科长特意吩咐的 只有7号监狱才有 正当众人想要打开盒子时 盒子突然从里面打开了 医生从里面跳了出来 看到他 众人开心不已 见到女儿的龙角 提着饼干去科长办公室 准备表达谢意 科长再次问他 为什么当初要杀掉 警察局局长的女儿 龙角根本回答不了 这么复杂的问题 于是只好沉默 就这样 医生开始自由出入监狱 每天下课后 他就在这里 陪着7号监狱的人 读书写字写作业 甚至还叫黑帮大佬 怎么写字 7号监狱的众人 慢慢变得开朗起来 只有胖子一个人闷闷不乐 因为他老婆 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他想往家里打一个电话 然而黑帮老大也没办法 拿到手机这种违禁物品 这件事被义生悄悄记在心上 当他在看到同班同学的手机时 突然想到了这件事 于是他把手机带进了7号监狱 让胖子给自己老婆 打了个电话 得知老婆平安生了一个女儿之后 胖子非常开心 挂断电话后 胖子抱着义生表示感谢 就在这时监狱外的科长 开始向法院申请 对龙九的案子进行二审 监狱内 龙九的御友开始帮他回忆 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最终他们推断出 那天因为天气太冷了 路上有滑冰 小女孩才不慎跌倒 而跌倒时 小女孩背着书包 不方便用手支撑身体 所以才导致 她直接后脑杀 磕在了地上 不幸身亡 至于小女孩额头的伤 则是因为摔倒时 不小心拽到了 旁边商铺上铺置的布 垫在商铺上的砖头 才会掉下来 这一切都是意外 龙九根本没有杀了他 为了让龙九成功通过二审 御友们给他写了一套 完整的字数 抱着初遇 就能看到女儿的想法 龙九开始日夜背诵 最终敢在二审前 能够流利地说出 当天发生了什么 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然而就在二审前 意外发生了 律师告诉龙九 警察局局长 是个有权有势的人 如果他不认罪 警察局长 可能会伤害到他的儿子 听到女儿会受伤 此时龙九已经有一些动摇了 在去审判庭的路上 科长看着紧张的龙九 安慰他不要害怕 只要他说出真相 就能回家了 然而科长想不到的是 就在开庭前 警察局局长 独自走进了龙九所在的房间 把他痛揍了一顿 并威胁龙九 如果他不认罪 那么自己的女儿什么样 就让龙九的女儿 一眼变成什么样 为了保护女儿 在法庭上 龙九默光呆滞 当对面律师问道 是不是龙九 用砖头杀害被害人时 龙九突然回答有 这句话 让听众其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科长不可思议地看着龙九 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承认 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时 龙九回头看了一眼 警察局局长 然后转过头来 一颗劲儿的道歉 是因为我 是因为我才死的 对不起法官大人 对不起 请帮帮医生 请帮帮我家医生 因为龙九认罪了 所以二审维持原判 他依旧被判出死刑 尽管所有人都知道 龙九是无辜的 七号房变得冷清起来 科长收养了义胜 义胜经常去监狱看望父亲 告诉他自己的近况 监狱的狱警和七号房的狱友们 都非常悲伤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连话都说不清楚的龙九 根本不可能杀人 为了帮助义胜和龙九逃离这里 他们情形策划了一场月狱 接着监狱搞活动 在一个美丽的傍晚 大家一起把他们两个送上了热气球 让他们乘着所有人的祝福出发 离开这个鬼地方 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热气球慢慢升空 科长开心地笑了 高塔上持枪的哨兵也笑了 所有人都对他们两个挥手道别 天边是灿烂的晚霞 义胜和龙九都笑得很开心 可惜的是 最后热气球的绳子挂在了铁网上 这场逃亡就此宣告了结束 不久 龙九背叛死刑的日子下来了 行星当天是义胜的生日 科长把女孩带到了七号房 让他见爸爸最后一面 七号监狱的人都强装欢笑 背地里却都偷偷地抹着眼泪 他们给义胜送了礼物 有玩偶 有手写的贺卡 而龙九的礼物 居然是义胜心念念的美少女书包 过完生日后 龙九和女儿牵着手走出七号房 背后是御友们哭泣的脸 最后一道铁门拦住了他们的脚步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 两人最后一次拥抱 郁静把龙九带走 到了转角处 他还高兴地回头对女儿办了鬼脸 这是他们经常做的小游戏 然而刚过了街角 龙九就摊倒在地上 而医生就在原地手术等待爸爸 像过去一样 跳出来给他惊喜 但这次数了一遍后 龙九没有回来 医生不甘心地又数了一遍 一 二 三 可依旧没人回来 察觉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医生 开始哭喊着爸爸 听到女儿的声音 陷入半昏迷的龙九突然清醒 不顾一切地往回跑 隔着铁门 他抓住女儿嚎啕大哭 龙九向身边所有人求救 说他错了 对不起 救救我 然而门外的科长只是偏头 缓缓流下了眼泪 他救不了他 这个监狱里没人救得了他 龙九悲痛的哭声传了很远 七号房里的每个人都悲痛地低头 他们知道没有人救得了他 这个世界也挽救不了龙九这样的天使 后来 长大的医生成了一个优秀的律师 他带着卷宗为父亲来到法庭 他找来当年七号房的大叔们 来为父亲作证 为父亲辩护 最后他成功了 李龙九被审判长裁定无罪 当一切得以照学 医生独自站在监狱门外 看着挂在铁丝网上的气球出神 恍惚间 他似乎看到了 当年那个美丽的热气球 再次升上了天空 可是上升的气球上 却只有父亲一人的灵魂 一切的一切都被漫天的大雪抹去 好了 以上就是电影七号房的礼物 带给我们的全部内容 我是八哥 我们下期见